好我有看到这个画面也觉得说哇很酷哦 这是一位24岁的女大学生哦 您也看不出来是哪一个吗 因为朋友打赌她不敢穿奇装衣服上街 之前她就上网征求网友来带头套 和她一起看电影功夫熊猫 后来呢有上百位的网友回应 这名正妹就从中选了武术教练 而上周四呢两个人就分别带着猫熊跟巧虎的头套 去看台北市新一区的电影 而将过程传到网路上 就有网友说真的是酷逼了 戴着巨型的熊猫头盔 大喇喇走进电影院 旁边竟然还有同伴戴着巧虎头套 两个人结伴看的电影竟然还是功夫熊猫 买票时店员也是脸上三条线 一脸尴尬不过最扯的来了 那如果阿波打虎拳会发生什么事 这巧虎男在路上直接打起虎拳来了 这位女熊猫还孝当气喘吁吁 我一直在忍着不要吓怎么办 我知道有人拿手机出来拍照 可是她好像没拍到 就被她自己女朋友拉走之类的这样子 做出这种酷手创举的女正妹 叫做小毅本名叫段毅如 今年24岁 脏相亲秀可爱 但我路上专门解答女网友的感情问题 被封为量性专家 平常最爱收集的就是玩偶装 像是我有些熊啊 兔子的外套啊什么的 那个还勉强可以穿的出门 或是猫耳朵之类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我买了这个 还蛮突然赞赏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大家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穿着史迪奇装 在路上摆pose 装可爱一点也不害羞 倒是小朋友看了傻眼 小毅上个礼拜四和朋友打赌 征求网友和他一起穿猫熊装 看电影意外获得一百多人回应 小毅说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眼光 做自己最重要 不过这个网路正妹扮成熊猫女 看电影也意外成为网路上的小点话题 新闻正中潘兆文台北报道